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迪生在成功发明灯泡弦 实验了上千种灯丝 也就是说他至少失败过999次 没准我打破这个记录了 我肯定已经打破记录了 林肯竞选总统不也先经历了几次失败吗 几次 他可是失败了八次 我又不是林肯 我也不是爱迪生 你们也不是水能源汽车的发明者 什么 有人正尝试发明由水能源来驱动的汽车 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没有 那是因为还没人发明成功 如果有人成功了 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不懈 爱迪生曾说过 我从来不曾失败 我只是尝试了一万种不好的方法而已 他无断尝试直到成功 孩子们 怎么样了 我发现与其他相关网站 共享广告收入的话 他们就能帮我拉到不少广告赞助 安仔 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弃 你呢 丽娜 抱歉 巴菲特先生 现在我不能跟您聊天 我正在做一个物理在线测试 很好啊 阮小蕾 你在研究什么呢 我正在研究水能源汽车呢 弃而不舍 坚持可漏 你要坚持到底呀 嗯 差不多吧 记住 失败是成功之母 它是新的开始 巴菲特真言 大家好 我是巴菲特 生意要成功 就必须经过不断尝试 比如引进新产品 不是所有的新产品都会成功 好的经营者都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在生活中 勇于尝试新事物 并懂得人是会犯错误的 这很重要 今天的失败会带来明天的成功 所以请记住 失败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失败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自己 知识越多 财富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